整个聚会充满了欢笑 这个刘太太是不是 姓刘也都长得很帅 所以难免让我们会有一些不正常的发言 我觉得今天很奇妙 这个爱家团契现在是我们教会最庞大的 也可以说最兴旺的教会 而且你说哪个团契最有爱你知道吗 爱家 不要说看不看了间爱 名字里面就有爱 是不是啊 我还记得六年前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试着把两个团契整合成一个团契 就是那个时候是恩惠跟丹英礼 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希望这个团契整合以后 是一加一要大于二 果然我觉得很感谢神 在这里看见这几年来 这两个团契合起来以后 变成一个团契 这个团契很兴旺 全部的人比以前的团契还要多 就是神把加倍的恩典跟加倍的赏赐给我们 我非常感谢神 当然主要是我发现在这个团契里面 真的充满爱的团契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有爱心 不管今天我们的环节是什么 从敬拜赞美到灵修到帮我们做这个主理的这个弟兄 都是充满了爱心的自己付出 我觉得很奇妙 今天我要来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呢 刚才在前面都历历的出现 比如说一开始讲到这个耶稣给这个门徒洗脚 我正好今天带了一个耶稣给门徒来洗脚的故事在我这里 所以呢等一下我要跟你们说一下 然后呢今天你们这个中间背的经句呢 也是在我跟各位分享中间的最后一个环节里头 所以我觉得神很奇妙 同感一灵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施行其事 我首先就按照刚刚那个白鼠霞知识 白鼠霞姐妹也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耶稣洗脚的故事 我很快给你们讲一下我所知道的这个故事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就是 我这两年去过以色列去了两次 那么在那里呢看到一些的故事 一些的这个所见所闻呢 可以把我们的圣经所学到的这些真理的 给他把它应用出来 那我就跟各位讲讲我所听到的这个 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故事 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故事呢 我们现在知道是发生在最后的晚餐 也就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晚上 他在马可楼招聚门徒们在一块吃了一个晚餐 然后那个晚餐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后的晚餐 那么你们有没有看过最后的晚餐的那个 那幅油画 谁画的呀 达芬奇 这幅油画呢其实呢 已经是不是真正的来反映出 当时那个耶稣晚餐的对底 那么我们到以色列去的时候呢 在圣地的到处有很多地方有卖这个模型的画 还有卖这个晚餐的画 还有卖这个晚餐的模型 这个模型是挂在那个牧师们的办公室的 是那Kerry姐的财产 我现在没有问过他就把它偷出来 给他讲一讲 我自己有一个没带来的 这个画呢 真正他们说在这个耶稣上 在这个以色列的拉比们 这些考察圣经真正的历史家说 那个最后的晚餐洗脚的样子应该是这个 也就是说在达文西画这个画里面 大家都是正经为座 坐在一个餐桌上 而且呢一字排开 耶稣坐在哪里 耶稣坐在中间 那个是艺术家为了要完美他所做的艺术创作 想象出来的 其实那个跟耶稣实在是完全不一样 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 尊右卑左 地位最高的人坐在这个席位的最右边 当时他们吃饭不是一字排开 是个马蹄形的 你看这个是马蹄形的一个雕刻 那么耶稣呢是他们的老师 那天晚餐是跟门徒聚餐 他会坐在最右边 表示他是老师的身份 然后呢 门徒们有个职日生 好像我们中间今天要轮谁 帮我们洗碗 帮我们打柴 都有一定的轮值 当时也是这样 那么在最后晚餐的那一天 职日生是彼得 是门徒彼得 也就是他坐在最左边这个位置 耶稣坐在右边倒数 第二 最尊贵的人坐最右边 但是呢 如果今天这个最尊贵的主人 他有一个贵宾 他会把这贵宾放在他的右边 今天如果我请谁吃饭 我就把他邀请在我的右边 表示他的位置 比我还要尊贵 我是为了他准备晚宴 那么这一个最后晚宴的这个故事 能写在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是谁来写的 是使徒约翰 所以那天晚上 果然是最爱的那门徒 约翰坐在耶稣的右边 所以最右边的是约翰 然后通常来说 如果你最重要的主人 最重要的客人 贵宾坐在主人的右边的话 主人左边这个位置 就是第二重要的贵宾 第二重要的贵宾 次要贵宾 那天晚上次要贵宾是谁 你知道吗 是犹大 耶稣把他拉在身边 给他最后一次 可以悔改的机会 所以在祖后的好几百年 一直到我们现在 很多的神学家一直在辩论 在讨论 到底犹大出卖耶稣 最后下不下地狱 他的死是死有余辜 他是做了救恩的戴罪羊 还是他就是该死罪人 今天晚上我不讨论 但是你可以看见耶稣是一个有爱的老师 是真正的救主 把犹大拉在他的身边 也就是那天晚上 耶稣所做的一言一行 犹大都应该可以第一手的深刻感受到 如果那时候悔改 可能还来得及 很可惜 犹大没有悔改 好了 那天晚上 我们刚刚讲到洗脚 对吧 耶稣为他门徒洗脚 是在最后的晚餐 突然来这么一下 他从来没给门徒洗脚过 但是如果那天晚上 风平浪静 耶稣给门徒洗脚的话 耶稣已经很伟大 可是根据 现在我们考据这个历史的故事 还不是这样 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 彼得是值日生 他要负责给席间所有的人洗脚 所有的人都是由他来洗脚 但是那天他一进来的时候呢 他看见 约翰坐在耶稣的右边 起呀 犹大坐在耶稣左边 更起呀 犹大只不过是管钱的 凭他什么事也不做 跟老师都没几句话好讲 根本就是个不出头的 这个门徒 怎么会老师请他坐在左边 起呀 一起以后 乱了方寸 乱套了 他怎么样 他忘了洗脚这个事情 忘了 所以那天晚上 最重要的彼得是他的大门徒 是这个门徒的班长 是吧 我们都说彼得是班长 他既然乱乱套了 把这个重要 吃饭以前要做的事情都忘了 可是吃饭的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耶稣一看 这都是安排好的 这么一来以后 耶稣说好了 把毛巾一大 盆一端 你们都过来排队 我给你们洗脚 所以彼得 你看圣经上面怎么说 彼得说什么 万万不可能 我们来给你洗脚都还不配 怎么让你来给我们洗脚 跟耶稣讲 为什么彼得跑出来说 是谁犯错了 就是彼得犯错 今天晚上是应该他洗脚 所以说万万不可能 万万不可能 因为是该他洗 他忘了 所以耶稣不是在大家心平气盒子里下给你洗脚 是在门徒们对不起他 忘了该洗脚的没洗耶稣来帮你洗脚 所以回去帮你太太帮你先生洗脚 是吵架以后洗脚更珍贵 明白吗 知道了啊 不是说今天我心平不错 你也不错 脚已经清洗过澡了 帮你洗脚了 也不可以什么问题了 不是这样的 最脏的时候 不开心的时候 洗脚要向耶稣学习 这是洗脚的故事 很感谢白树霞姐妹 今天把这个故事一讲 我就可以把我的话开始了 杀了我不少十遍 然后呢 今天我看到我们白树霞知识 跟我们分享神大能的话语 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呢 这个团契邀请我来的时候 有两个题目 我说我可以讲两个题目 一个就是神大能的话语 一个就是圣地的浏览 就是我去圣地以后看到的一些东西 可以带我来给大家分享 那他们说就讲大能的话语吧 好像是不是还有一次要圣地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说 就分享大能的话语 然后正好跟今天 你们灵修所分享的题目 非常的切合 我觉得这个恩赐 只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 圣灵在这里做了很美好的工作 把前面的这个头盘 跟现在的这个main course 虽然这main course的分量不是很足 但是都是安排在一块儿说 神大能的话语 好 我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 神的话语就是能力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你看我们讲的都是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就说耶稣是神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个道字呢 在希腊文文文里面是logos 也就是我们说的话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语言 英文的那个圣经呢 把它翻成word 就是我们平常写的字儿 或者我们用的话 在世界开始以前 就有这个话 这个word 这个logos 这个logos呢就是神 所以神存在他的话里 这个话也就是神 也就是说神他的主体 是一个会说话的 有位格的 所以神他就是爱 他的爱在他的话里 他的话里代表他自己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这个大能的话语 就是神自己的彰显 我们怎么知道神存在 因为神会说话 神跟我们说话 从灵里面说话 接着圣经给我们说话 借着他自己 到了地上 借着他的爱子耶稣 来跟我们说话 诗篇33天9节 因为他就神了 神说有 命力就有力 他说有 要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来了 他说我要是创造人类 我要有亚当夏娃 亚当夏娃就来了 所以呢 他是用话语来掌管 治理 他的世界 他的全能在他的话语里 他的荣耀在他的话语里 他的显现在他的话语里 所以 不要小看这个话语 我今天 话语要分三方面讲 第一个就是 神的话语 是大能 第二个 神把他的话语 从天上到地下 把人跟神的距离缩短 自己来到地上 道成肉身 变成谁 变成耶稣 神把他的能力 放在这个爱子 有限的这个人的身上 然后让他的爱子 在地上 继续把他的能力 彰显 所以 耶稣的口中的话 也是有能力 大能的 然后神呢 又把这个话 这种话 会说话 能够发话的 这种能力呢 放在他所创造 最宝爱的这个创造者里面 就是 被创造者 就是我们人的里面 我们人是按照 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呢 我们人身上 也有神 大能的话语 所以不要小看 你说的话 你说的话 是有能力的 是会影响到 你周围的人 影响你的孩子 影响你的配偶 影响你的邻居 同事 跟影响你的这个 周围的人 我今天跟三个妹妹来讨论 那么 神用话语造世界 提告在前书 三章十六节 大灾 近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 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万八 被世人幸福 被接在荣耀里 这个在今晚来讲的是 耶稣基督 在这个 人的肉身里面显现 道成肉身 这四个字呢 没有 没有这个四个字 出现在圣经里面 我们是把神的心意呢 连起来 加上这段经文呢 把它写成是 道成肉身 那么道成肉身呢 是神在地上 这个 神在地上呢 这个彰显他的这个恩典 跟他的这个救恩呢 最奇妙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在秦摩泰前书 三章十六节 就讲到这个经文 道成肉身 就来到世界上 我是不是 我是可以讲到 八点十五分 是这样 八点三十 好 那我得快 这个内容还蛮多的 三十五四十都可以 我得到十五 神大人的话语呢 借着他自己的口 创造这个世界 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 神圣父 那么 我觉得奇妙的是 就是神让我们知道 他的能力 在他自己 圣父的身上 也在圣子的身上 请问你 圣父的能力 到圣子身上 是不是打了折扣啊 你怎么知道 没打折扣 圣父在天上 是上帝 他是那种 万王之王 全能 Omai di God 全能神 但是 他自己道成肉身 来到地上的时候呢 是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人 人要吃饭睡觉 人要有痛痒 人有腺 人要睡觉 耶稣睡不睡觉啊 吃不吃饭啊 会不会累啊 你在藐视神是吧 耶稣会累 耶稣 这个神学上的一个问题 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有很多的异端在中间 做文章 有的人认为 耶稣是神 不是人 有的人认为 耶稣是人 不是神 这都不对 他既是人 也是神 少一不可 如果他不是人 他不能够代替人 带我们上十字架 他的救恩 不能够对等 他如果是神 不是人 他来地上是话语 他不是真的 来事事积极的 跟我们在一起 他所说的话 不能承认我们的帮助 他在地上 有受的苦 不能承认我们的榜样 所以这两个 都必须要试 好 但是有个问题 神是无限的 神是大人的 说到地上来 变成一个有限的人 那么他的话语 他的能力 如果降低了 他就不是神 他必须在人中 带有神性 神中带有人性 这两个是很复杂 又很矛盾的东西 但是在耶稣上要完成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耶稣来到地上 他只有神的那一面 人就说你是神 在地上 不会演个魔术 给我们看看 你还是神 对不对 神我们是没办法的 我们就是有缺点 我们就是人 人难做 你不懂 好人难做 坏人难做 好人更难做 是不是 来这边就只负责吃饭 也不负责管其他事情 这个很好 很容易 但是来这边 你要吃饭以前 我们还要打菜 还要准备 然后还要等 全部拿好饭菜以后 在那看着 你不要给我多拿 最后才换我拿 这不容易 有很多的煎熬 你知道吧 像我因为你给你打菜 比我还要太多 还没有得给我 所以呢 这个耶稣 这个 大能的话语 在他身上 非常重要 如果耶稣变成一个人 他能够正理他的神 同样他话语上 也能够放出大的能力来 然后呢 他可以说服 所有对他有质疑的人 我觉得神把耶稣 放在地上 他自己到神 那时候来到地上 做他自己 神跟人的工作 做得非常的完美 他只有三年半的时间 即便这样 他本地人 反而不接受 他是一个限制 犹太人 反而不接受 他们的限制 到今天为止 现在的以色列人 大概也只有百分之十几 是基督徒 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大部分的人不相信 我很快要下去 我的这个讲题 只有你自己 到以色列去以后 我自己 才明白 为什么 在我们认为 犹太人是悖逆的民族 印着锦细的民族 耶稣来到他们的中间 自己的先知 来到他们的中间 自己的弥赛亚 来到他们当中 他们却不接受他 不相信他 不认识他 因为他们心中 想要的救主 跟耶稣有很大的差距 在旧约里面 可以看 旧约的先知 没有一个从加利利出来 叫拿撒勒 拿撒勒是什么地方 拿撒勒就好像 什么什么 阿博斯佛 那种地方 你从那个来 不好意思 那是好地方 乡下的地方 专门出先知 明白吗 出举世无双 像耶稣一样的先知 有没有什么 阿博斯佛 有没有 感谢主赞 没什么 啊 最好的地方 难怪我觉得他的气质不凡 怎么会有个先知 不要说是旧事主先知 从拿撒勒 从加利利这个地方来 加利利他们认为是一个乡下 今天我们中国人看 就是农村 没有文化水平的 一讲话就是那大妈样 一讲话就是那老土样 就算有情也是土豪 没有水平 而且讲话有个很重的枪 所以你看耶稣的门徒 个人讲话说 哎 你是加利利人 明白吗 一听就说 哎 这死传人 死传人没什么口音 口音比较重 比如说是这个南方的 或者是东北的 是不是 就听得出来 必须的 一听就知道了 那么 所以呢 这不可能出先知的 何况出了这个先知 又没有文化 家里面都没读书 又是做木匠的 又没钱 然后又是张基奇的整天 跟人家没文化的人在一起 都不跟有钱人在一起 然后讲话很奇怪等等 那么所以他们不能接受 所以耶稣来到地上 祂的话语有能力 祂能够证明 祂是神的这一方面 非常的重要 祂才能够把旧问这个事情 天国的福音宣扬 除了行神迹以外 耶稣并没有天天行神迹 没有常常时时刻的行神迹 因为神迹这个事情呢 不能够让人在信心里面 得到很持久的坚持 所以你看 这个保罗在圣经里面教训也讲 犹太人是要看神迹 犀利人是要听智慧 每一个人需要 中国人要什么 中国人要吃饭 要钱 要钱 谁不要钱呢 对不对 没有钱 万万不能 是吧 那么 所以耶稣既要用智慧 也要用神迹 折服他们 可这两样东西都不能太多 天天给神迹 你知道有一天没有神迹以后 就没人相信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现在教会 我们牧师长老给人抹油 按手祷告 病好了以后 下礼拜怎么办 现在还要再来一次 明白吗 有人排队 然后下礼拜如果按手 祷告 那个病不好怎么办 神不在 圣灵没来 教会不灵 出去别教会了 所以神迹奇事不是神的心意 这种神迹奇事不是神迹 而且我们把神迹奇事 看得太狭小了 神迹奇事 今天我就要跟各位分享 耶稣是靠着话语 祂的话语比祂手所行的神迹 要大得多得多得多 如果用一句话 就能够把能力发生出来 这个是最大的神迹 那么我考虑了很久 我还是拿一个耶稣的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 这故事是我最喜欢 耶稣的故事之一 故事你们可能读过了 那么就是 这个一大早 就有文士跟法利塞人 抓着一个行淫的时候 被拿的妇人 一个女人 然后呢 她丢在耶稣的面前 说这个女的是在犯奸淫的时候 被抓的 按照我们犹太人 就约的摩西律法 这样的人 我们群众可以把她围起来 认定她的罪行之后 用石头把她怎样 打死 好 那么这个事情 好像发生了再平常不过了 就是一个犯罪的女人 被抓到 放到耶稣面前来 也希望众人 行使他们在祖先留下来的 这种教训跟规矩 把她打死 看起来没什么 那么后面呢 就耶稣 就听见他们 讲这个话 圣经上有一个背景的描述 就是说 他们说这个话 是试探耶稣 为要得到一个告他的法柄 这些文士法利塞人 我们知道 他们是在当时的 圣殿里面 是属于高位的人 他们在属灵 在世界上都有高位 然后他们 耶稣的出现 因为耶稣教训他们 说文士法利塞人 是假冒为塞 都不是真正的 好的 心里面去敬拜神的 所以这些人是被他击打的 在属于高位上受威胁 所以他们把耶稣 视为眼中钉 所以他们想要找一个机会 把耶稣给除掉 把耶稣除掉 把一个犯罪的妇人抓过来 然后耶稣判断 是不是用事都把他打死 这个事情对耶稣 怎么会是一个试探呢 你要明白一下 那个时候的背景 耶稣当时在地上 教训众人跟 医治人行神迹 有一大堆的人跟着他 这些人什么人 这些人都是一般 以色列老百姓 当时以色列人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是亡国奴 还亡了不止一次 先亡于亚述 又亡于发比伦 那时候又亡于马代 波斯 到了耶稣的时代 又亡于罗马 是亡国奴中的亡国奴 以色列人非常可怜 在万国之中被抛来抛去 被列邦耻笑 要杀就杀 要抓就抓 所以那时候他们是亡国奴中的 心里面非常期盼 有一个人在犹太人中间 能够复活 耶稣出来讲话很神奇 会行神迹 还会教训人 然后呢 这个又有智慧 所以他们就想把耶稣 拥戴成为革命的元首 或者复活大 所以有一群人就跟着耶稣 一大堆人跟着耶稣 这些人就天天看着耶稣 怎么样救拔自己的同胞 怎么样医治患病的人 怎么样拯救贫穷的人 如果这个时候耶稣在他面前 按照犹太人的律法 把妇人打死 那些人会非常的失望 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晓得 这个女的是被陷害了 因为他们是要找一个把笔 可能就安排一个陷阱 让这个女的掉进去 犯了这个监狱的错 然后呢 把她抓过来 让耶稣再来受这样的一个试探 所以那些人知道 他们就看看耶稣该怎么办 耶稣如果用石头打死妇人 耶稣就失去了 他那个救世主的 给人的美好的印象 跟他的影响 别人跟随他的能力 如果他不打死的话 那么耶稣就会推进去 跟这妇人一起用石头打死 他可以登高一湖 这人违背了犹太人的律法 一起被打死 所以那个时候 耶稣就面临到两难的问题 到底要不要打死 要还是不要 耶稣怎么做呢 耶稣听他们讲话的时候 耶稣不回答他们 弯着腰在地上怎么样 画字 然后那些人就说 你倒说句话 你画什么字啊 你装傻 耶稣就指齐要来 他们说 这句话 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一句话而已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怎么样 打他 说完这个话以后 耶稣就跑到他们前面说 你 你 还是你 谁要拿石头的 是不是这么问 没有 一说完这个话以后 回过身来 立马又怎么样 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这些群众从中间 吆喝的吆喝的 石头就装在手上 听见这个话以后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人都怎么样 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个人 还有一个谁 那个妇人在当中 这时候耶稣就指齐要来 对他说 对他说 妇人 那些人在哪里了 没有人决定你的罪吗 这个妇人说 主啊 没有 没有 耶稣说 既然没有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 怎么样 不要再犯罪了 这个是 这个故事 所描述的这个地方 好 那么 这段经文就这样 你有留意到吗 这个场景里面有几个主要的人物 一个就是耶稣 还有一个就是那叫妇人 还有就是蹲随耶稣的人 另外有一帮人 就是想要陷害耶稣的人 这是个陷阱 你们有没有发现是个陷阱啊 我们中国人说 桌间要 你们都很内涵啊 桌间要怎样啊 要桌双嘛 对不对啊 一个人怎么能是淫妇呢 那请问你 另外一个在哪里 跑掉 这女的活该倒霉啊 讲得非常好 这有可能 跑掉 或者那个就不存在 是个陷阱嘛 对吧 那个淫妇 可能就躲在那群人中间 或者就是要指着耶稣罵的其中一个 它是一个陷阱嘛 对不对 陷阱嘛 可能这个就是说 比如说 他们这个 还没有真正怎么样的时候 只是衣服脱了 就把他抓了 那这是一个陷阱 那难得害得你的 对吧 说我给你多少钱 我们怎么样 然后结果钱给他 他一脱了 他没脱衣服 大家就走 他犯监影 比如说这样 在当时 我们猜测 很有可能 那是个陷阱 耶稣刚刚 我说了 面临到两难的情况 救了淫妇 触犯了犹太人的律法 然后呢 他原来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可能就自己生命都不保 第二个呢 就是耶稣到处赶诡异病 新生机 如果他是以救主的身份 连一个淫妇都救不了 还怎么做救主啊 我们人很严苛啊 给神两难之间啊 连做神的耶稣 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还是个陷阱啊 然后这个场景非常的紧张 好像耶稣是无计可施的地上滑阵 你其实我喜欢看圣经呢 把它看得好像演一部电影一样 它不是只有文字 它不是只有点 也不是只有一条线 一条线的这个文字叙述 你把它想成是一个电影 它是三地的 它是个动画一样 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怎么样 耶稣的情况非常的紧张 所以在地上画字 你以为他就很紧张 怎么办 哎呀怎么办 怎么办 在地上画字的时候 叫害他的人 不想善罢干凶 所以还在旁边 不断地逼问他 有很多这些好事之重 就是要陷害耶稣 控告那个女人的人 手上已经抓好石头了 只要一开 一可以动手的时候呢 要不就是把女人打死 要不就把女人跟耶稣一起打死 在旁边一旁不断地叫嚣 一旁不断地叫嚣 就是这个气氛非常的紧张 如果你是耶稣这么聪明 我想我们可能怎么样想不到 什么地上画字啊 站起来讲一句话 一坐下来画字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我曾经也跟各位讲过 就是这个 我在主日学也跟各位分享过 就是说这个耶稣在地上画字 他请问说画画画字还是画什么 请问圣经上画什么 画画还是画字 画字 为什么说画字不是画画 他画什么 你怎么能够说是字或者画 如果是画画就不是字 画字就不是画 如果你分辨了出来 对不对 我在这里写 你可以发现我在写一个字 叫做字 字 如果写写 你好像是鬼话还是什么话 不是字 你会分辨出来 耶稣在地上 如果是写字就是字 不是字就不是字 对不对 圣经上说描述 他写字 请问既然是写字 写啥字 写什么字 为什么圣经说是字 可是不把它讲出来 这个有的神学家 有的神学家猜的 这个没有定论 也不是圣经的真理 给你做个参考 也就在地上写几个字 这个字写就算给别人看 给谁看 给他旁边控告他的人看 也就写什么字 淫妇在哪里 你想要为难我 杀这个淫妇 我们先把另外一个当事人找出来 淫妇在哪里 她的一种讲 在那中手写的 这一看 淫妇这不是我们自己安排的吗 十二个快放 走走走走 是吧 这个不是真理 我只是跟你讲 有人这么猜测 好 那么耶稣呢 就是地上写字 站起来说句话 然后又关上去写字 那么 我们在耶稣 把这个事情解决以前 我们先看耶稣 第一个安排 他在地上写字 耶稣似乎有意 避过正面跟立即的回应 有意 他故意的避免 正面跟立即的回应 那些人在叫嚣 怎么办 这人怎么办 这女人怎么办 我把他打死了 把他打死了 耶稣不理 很多时候 我们的立即的回应 可能会带有情绪 而产生不好的结果 通常你发脾气的时候 都是在立即回应的当下 做成的结果 别人骂一句 受不了了 你是什么东西啊 你才是什么东西 你立即就回应 你在情绪上 可能会说一些 你不该说的话 做一些 你不该做的事情 产生一些 你不该用的反应 所以耶稣在这里 给我们做一个 很好的示范 很多时候 不一定需要 有立即的回应 因为立即的回应 会带有情绪 而产生不好的结果 举个例子说 中国人都有 打小孩的习惯 来了加拿大以后 可能还改不掉 小孩不乖 啪 屁股就来 也许我们小时候 受的教育是这种的 在那饭端起来 还没有指名吃 一句话 对你啪 放在打地上 是吧 如果是受到 这种打击的人 你这种打击在你身上 你又很可能会成为一个 下面一个施暴者 如果你从小就被打一巴掌 怎么办 你也很有可能会被 害理打一巴掌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通常施暴者都是什么者 被施暴者 那些会打老婆的 他也是被人家打过的 所以我要告诉你 你这地上没有一个真正可恶的人 大家都是什么人 都是罪人 都是可怜人 今天只不过你犯的罪比较小 所以你看不起 就要犯给你大罪的人 今天只不过是 现在你正好没犯罪 所以你就欺负 虐待那个现在在犯罪的人 所以为什么耶稣 这个圣经上的话说 宁可让不听平逐怒 然后你要赦免人七十个七次 因为我们都是不值得赦免的人 所以立即的回应 有可能不让我们发生不好的结果 我要讲的 可不可以 小孩子不乖 小孩子在圣经上也说 我们要当责罚儿 我们是要责罚 那责罚小孩 你要让小孩觉得 不是你在发脾气 做错事情 叫到前面来 跟他讲清楚 你这个这个这个 可能不恰当 你这都要你做错了 如果知道做错的话 把妈要惩罚你 把妈要惩罚你 如果要打的话 有一条 有一个加法 除了加法以外 别的东西是不能不拿身体的 不可以手去打花枪 不可以拿皮带起来抽 不可以拿鞋子起来扔 处罚就是加法 那个代表他的一个 你的权杖 错了一件事情 打一下 加法拿出来 手伸出来 啪 惩罚了没有 惩罚 孩子口服心服 错了没有 错 哎呀 你在制造下一个施暴者 你并没有解决 他犯错的问题 他受了很大的伤害 他有两个感受 第一个我的错 没办法得到 没有人原谅我 错无法原谅 第二个 我的爸爸不爱我 你知道吗 你一下打下去 两个东西都不见了 他完蛋 你没爱 所以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学习 你有没有觉得你去西餐厅里面 那个西人端盘子给你笑得比较开心 然后服务比较真诚 有没有啊 中餐厅有很多要个叉子要个管子用甩的 脸过来说好像欠你五百万 也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EQ稍微差点 就在这方面 所以今天你做个父母 你要做个EQ高的父母 时间不是很多 快下去啊 许多时候不立即的回应 可以消耗敌人的斗志 这敌人不是说你太太啊 也不是说你先生啊 有一帮发疯的时候 不要立即回应 可以消耗整边人的斗志 讲敌人回去西餐也没用了 我跟你讲 不立即的回应 可以减低自己与对方的怒气 他的怒气可以减低 你也可以减低 我以前在公司里面做主管的时候 什么时候我要有事做 就是说公司员工 做服务业员工犯错的时候 做主管就要出来 做什么你知道吗 道歉鞠躬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这个同事没有注意啊 对不起对不起 你专门出来道歉 但是道歉的时候会有一种情况 你在说对不起对不起 你们什么东西嘛 你们怎么会这么样啊 哎呀我告诉你 我跟你没完啊 我要告你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你如果跟他说你告就告啊 我出来你还要告 你滚 我跟你讲 这很多律师就赚很多钱了你知道吗 对不对 哎出来他骂我给你讲 一般人骂 他的怒气 抵不过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 他那个身上的腎上腺素就没有了 已经毒了一阵子以后 那毒就消下去 就像那个酒醒的一样你知道吗 给他骂五分钟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真道歉真不好意思 我们下次会注意 真不好意思 五分钟以后他说哎不过爷爷好了 你这个主管还算有诚意了啊 道歉 他就自己会累了你知道吗 很有意思哦 他发泄完了以后累了以后他就会缓得下来 然后突然你提什么条件他很容易接受 很容易接受 我们这种被推出来就叫做谈判专家 因为现在我不做这事所以我不怕 不立即的回应可以解敌对方的怒气 这个很重要 有很多心理医生去看他的时候呢 医生我告诉你 就一直讲 哭了五分钟十分钟以后 谢谢你医生你给我帮助好大 我现在来介绍你我好多了 医生没有讲一句话 只不过就看着他头一点头一直对他微笑 就先让他接受他的发现 然后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 那么耶稣做了这个事情很奇妙 你不要光看这个神迹 就是好像这么简单 耶稣讲一句话就把敌人给胡走了 耶稣是一个真正的医护高手 他不带来带来人的智慧 还有带来神属天的智慧 也给我们在地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等了几分钟以后 敌人的斗志以交流 如果群众情绪已经稳静 他才站起来面对他们 如果他在当时没人的时候拿一颗石头 他就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 谁先拿石头打打 那些人想都没想石头就回去了 你明白吗 他搞了这一口地上的画画字 弄了五分钟那些人骂了 耶稣你快说啊 我们到底打不打 他想被死先放下来再说 你说嘛 你明白吗 那个第一个重要的火线的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 群众敌人的斗志都已经被削弱 群众情绪从很轰闹的情绪里面都已经冷静以后 耶稣才站起来面对他们 但是耶稣做一件事情 该面对的事即使再难他也绝不逃避 同样一个场景 对他一张写字 彼得约翰 你过来 掩护 就把耶稣都盖着 然后耶稣写字从底下就钻走了 这个很难处理 到底打还是不打 对不对 这夫人到底救还是不救 救也不对 不救也不对 哎呀 这这这这这这烦死了 三十六记总会上策 对不对 但是耶稣虽然在地上行之 他并不是拖延 他该面对的也不逃避 所以他站起来了 说了一句千古名言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掀打石头打他 这句话给了一个非常深情的能力 请你记住 喜好论断别人的人 常是没有自省能力的人 我们自己想想 我是不是一看到一个人 在教会里面碰到谁 在团企里面看到人 在公司里面遇到人 在家里面遇到人 在家里面遇到太太先生 小孩 我很容易就马上下出论断的话语 老师 你哟 你怎么会 怎么病成 这所谓论断 你怎么跟那些人 你怎么狗我那个感觉 我们喜欢论断别人的人 我们常常有很多的缺点 我们自己没有反省的能力 好论断者 无反省能力 所以耶稣说 我们拿一个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 好几个指头指着我们自己 我们看见 这个弟兄眼中有刺儿 没想到我们的眼中有个大木头 有个凉木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反省 那么 他们想要借着淫妇的罪来害耶稣 没想到 你知道吗 那些想要告淫妇的人 想要抓耶稣的人 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是罪人 被耶稣指出来 你们谁是没有罪 谁拿手打他 只看到淫妇有犯罪 只看到淫妇跟陷害犯罪 他没想到我 对 我好像也是罪人 你从来没想到 那些人 这百命一书 怎么会想到耶稣拿 是罪人这一条 来讨他们 真的这些人很好笑 拿了石头要打淫妇 拿了石头要准备对付耶稣 耶稣说 你们谁是没有罪的 怎么会是这样子 怎么会来这么一下 出人意外 神常所发生 四连我们的环境 是出人意外 有时是平安 有时是难一点平安 请记住 神所出人意外的平安 有的时候不是马上来 有时候虽然生病 有时候虽然遇到一些 不好的事情 但是平安 以后会来 当你经历过这个事情以后 那么 喜欢攻击他人的人 常常缺乏滋味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 有攻有守 这攻守是一个学问 喜欢攻击别人的人 常常缺乏滋味 一攻以后 你就露出你的缺点来 露出你的缺陷来 我们从这里面 取到耶稣一个很大的保养 最后一个 耶稣给人自省 要他想通时 需要营造一个环境 所以你处罚的孩子 可以把他叫做去面壁 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然后在那里想想 或者跟神祷告 或者你陪他祷告 或者你跟他说说话 因为认错是需要一个环境 你会说我们得理不了人 抓了毛贡 你给我说清楚 你怎么会这样 你给我说清楚 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本来想要认错的人 你把他逼到墙角以后 狗急 今年就是什么你 跳墙里 所以你要给人一个空间 你想一想 等一下你跟我谈一谈 你跟我解释一下 或者好不好 我们搞得 等多少时间 你把人家逼急了 人家没有一个空间 喘息的机会 需要给人家一点营造时间的环境 耶稣很聪明 他给这些犯错的人 有罪的人 还想不出来有没有罪 好像有罪 还没想到 根本认为自己 还是没罪的人 一个机会 所以他说你们中间 谁是没有犯罪的 先拿石头打他 说完以后 我让你们自己 面对自己 你要面对天空 面对淫妇 我又蹲下来写 给你们一个空间 所以你看 这个圣经上面 明明是白纸黑色 但是你看到这里面 比三种空间还要大 还有十间的空间在里面 耶稣有何等的智慧 如果你不仔细看 不把它看成一个 像电影动画片的话 你都没想到这一点 得理不饶人的 未必是赢将 责备你的老公 你给我解释 怎么会犯这个错 你怎么会把玻璃圆打破 怎么会把玻璃圆打破 得理不饶人 你不见得是赢家 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你不见得是赢家 所以这些人抓了一副 得理不饶人 结果他们反而是暑假 他们想要我做的阴谋 我没有完成 自己都绕跑 自己跑掉了 所以这个耶稣 还不但是给他们一个营造环境 而且耶稣还安排了一个 善待他们的方法 不以他们带淫妇的道 带他们 你有看见这一点吗 你有看见这一点吗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看见 我们只看耶稣 把这些人击退 把这些人击退以后大笑一声 哼 你们想回来我 老妇当仍容易被你们捉弄 不是这样 他们想要害死淫妇 害死耶稣 耶稣不但解套 而且还原谅这些人 让他们走 他们没有 耶稣没有以罪人的方式来对他们 中间如果耶稣要去找他们查 查的话 可能他们中间有人要被试或打死 对吧 可是耶稣不以他们带淫妇之道带他们 敌人即便卑劣 但人尊重他们 给他们台阶下 这是神做的事情 面面都巨大 默许人自省羞愧后 需要躲藏的行为 人犯错以后需要躲藏 有一个人偷吃了一个不能吃的水果以后 眼睛明亮了 神来了就躲起来 有没有 人类第一次玩赌猫猫 玩坐地场就在那里 躲起来 因为有羞愧的行为 不需要躲藏 神知道 容许这样的事发生 耶稣对这些坏蛋 相敬如饼 好聚好散 出了一个高招 敌人不倾自来 他却不费一兵一足 敌人却自动消失 比我们孙子并返还厉害 比起神 叫摩西 分开红盘的神迹 我觉得 丝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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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visual的 眼睛看不到 可是神 耶稣就这一句话 这几个动作 就让神迹 发生了 画什么字 刚刚已经跟你讲了 那么耶稣 不用任何的严厉的话语 就在当场 对大家都做了一个审判 所有有罪名罪 都立刻分得出来了 但是 我很快想到最后了 但是别忘了 这一出戏 我们刚刚讲的这部戏 我觉得 最重要的主角 其实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耶稣自己 还有一个是谁 是那个妇人 最精彩的 还没有上演 我们都是focus 在耶稣说那句话 人就跑了 哈哈哈哈 这些人笨蛋 最重要的场景 还没有出来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耶稣其实呢 自始自终 都没有把心思 放在敌人身上 就在地上写写字 然后呢 就说句话 然后就写字 让那些人 自己演戏 自己走 他没有放很多的心思 没有很多的感情 我们可以这么说 没有放很多的感情 甚至脸上 可能没有很多的表情 给这些人 只是先把他们这个结束 把这个头盘结束 the main course 主要的这个正餐才来临 可能你觉得 这不是结束了吗 对我来说 我觉得正餐才来临 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是要解决那个淫妇 受伤 可能是被骗 被陷害的 气得要死 还有受凶的心 自己的确是个罪人 是个淫妇 不管是被陷害的 还是过去就有犯罪的 他是受伤的 受凶的心 所以你可以想象 耶稣在跟这些人应对的时候 这个淫妇在什么地方 淫妇在那里插了腰 看你的把老娘怎么办 还是整个人攀住在地上 在那里泪流满面 我猜很可能是第二种 为什么 因为他很凶贵 耶稣是这么有名的一个人 这么高贵的一个人 是先知 还有像神一样气质的人 那么多人跟着他 结果我既然被他们坑了 被他们害了 然后要把他坑害这个耶稣 万一我死没关系 耶稣也被我 我怎么对了起他 然后又看到耶稣 跟这些人讲话 哇 这泪流满面 泪如雨下 又觉得自己羞愧 那么所以你可以发现 他这个时候很需要有人来安慰他 有人来帮助他 如果没有得到适当安慰和帮助 他有可能继续回去犯罪 继续做他的老职业 继续做不可能的生活 耶稣 这时候回过出来 对那个女的 对那个女人说了第一句话 Madame Ladies 这位女士 她不是说你这个 XXX 我差点被你害死 没有讲这句 你要知道耶稣现在说出来的话 非常非常重要 比刀子还要腻 他讲错了第一句话 那女的就完了 他人就没有被救的机会了 耶稣说这位女士 用中国人的话 这位女士 是 耶稣如果看待淫妇 远比众人跟淫妇 看自己更重要 请你记住 神看你 比你自己看自己 还有别人看你更重要 神造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用处 都有特别的旨意 即便你还不知道是什么 即便别人也不知道是什么 天生我才 不有用 所以耶稣是神 他看到这个淫妇 跟淫妇看自己 还有别人看淫妇 这个关系更加更加重要 神如何看我们 远比别人跟自己看我们更重要 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 我们能不能离开罪恶 跟能不能今后行为有改变的动力 请你记住 神永远在你身边 看着你 爱着你 你在神的眼中 永远是宝贝 不管你的手 不管你的脚 不管你的思想 不管你的智慧 不管你的才干 不管你的学历 不管你的容貌 不管你讨的还是瘦 这个很重要 你要自己有个很健康的 自我观 从神来来的 这就是我们从耶稣那里 可以学到耶稣的大恩 那么其实我今天后面 还有蛮长的东西讲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跟各位分享 神大人的话语 以耶稣作为代表 然后把这个大人带到主人来 让我们在神的家中 继续跟神的爱子来学习 继续我们彼此相爱 把神的大人 神的话语给大家活出来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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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